這張就是Joyce在日本送給我的風景圖 你可以把你的頭部放進去 OK 這次我死掉了 大家好,歡迎收看EG大國際 HELLO,我是EG 最近所有人都去了旅行 但我去香港 所以今天就教大家一個有用的Pito技巧 去旅行很適合用的 其實不去都一定會適合用的 之前在IG有講過會跟大家分享 Pito當然會用到Photoshop 我自己是用正版的 但沒有買正版的人不用怕 你們一定有辦法找到開心版的 開播了 大家去旅行時都會拍到很漂亮的風景照 但天氣有時候經常都不順利 第一個技巧就是主要對付天氣 這張就是Joyce在日本送給我的風景圖 但天氣就好像差一點 例如我現在想加一塊雲上去 怎麼辦呢 這張是我隨便在Google找到的雲圖 Photoshop新手經常會用拆膠 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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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不是可以滲透了 它會在各種軚 RPG圖地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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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怎麼做呢 首先要確定 Sorry 因為它的底色是藍色 減就要的顏色會變成黑色 藍色和綠色之間都可以儘量減一下 但減太多就很慘 夠雲就變成幾塊麥樂雞 最後非常簡單 在這個Layer 即是夠雲的Layer Blend Mode 選擇Screen 就得到一塊好好的雲 就可以加在這裡 但如果你說不是喔 我想夠雲在舊東西後面 不想夠雲遮住這塊東西 雖然都蠻漂亮的 但有些非現實 真實是很難這樣 這個時候呢 用這個Select Tool 什麼事啊 死亡圈圈 嘩 選App 這個Object Selection Tool 蠻好用的 它是智能化的去選擇 你拋到過去就已經預計你想要什麼 譬如我現在想用一個塔頂 然後這裡Select Mask 就可以看到你選擇的東西 這裡旁邊還可以做一些明條的 例如這個Edge 你想它再加快一點點 它是做到的 你看不見嗎 Furder 邊邊的毛尾會有一點點 然後就按 OK 記得Layer 就要在沿途 因為你現在是拿著沿途的塔 按Ctrl 加J 就會複製了一個 只有一個塔的Layer 譬如現在夠雲是遮住塔的 只要把這個塔尖移到最上的Layer 搞定 然後呢 夠雲就在塔的後面 不知道夠雲的 你可以把你的朋友放進去 搞定 把這張圖送給Joyce 不知道他會怎樣 學懂了這件事之後 只要你懂得好好選取你想要的圖 再把你的朋友加上雲放在一起 選好透明度 你的朋友就好像已經 啊 啊 其實Photoshop它自己 都有一些類似Sky Replacement的工具 它會立即給你一個天空 不同的天空它都有 很誇張的天空 都有的 整個feel改了 哇 你這是什麼 雲石閘地球 我自己做的雖然是方便 但你可以看到邊邊位 那些仍然是有一點點難搞的 雖然這裡可以讓你弄 也會影響整個圖的顏色 那我自己就覺得 你真是很懶惰的用 剛才有夠雲 整個天空都是整體的顏色 比較單調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勾到東西出來 如果比較窄 那怎麼辦呢 例如你站在街上拍一張照 很漂亮的 但旁邊就是有畫縮 如果你用手機的插錘筆 雖然它很聰明 但也會很不聰明 會有很多奇怪的情況出現 用Photoshop又可以怎樣做呢 就有第二個技巧 雖然這張圖在香港影帶都可以用來做示範 因為背景也很窄 就不像剛才的天空純色 這一個就是那個很討厭 左頭左頂的阿叔 你是想要劈走它 有些朋友可能會就這樣挖住這個阿叔 Right click delete and fill selection 然後就會出現很奇怪的情況 你會看到有一點點我的殘肢 好恐怖 其實可以怎樣做呢 首先這個中文好像叫什麼 套索工具 就插得不用貼了 好然後就 edit 然後content and review 這裡其實已經出了一些預覽給你看到 還有一點我的身影 這裡都可以用這個brush 然後就先游走了 即是跟他說 你不要選我下去了 可以游住在旁邊了 已經開始沒有了很多了 直接游走了整個 整個pup 然後就ok了 那個左頂的阿叔 就已經 不見了 如果你說看到 不是,地上還有一些夾夾夾夾的 那我現在就將這兩個layers 就merch了做一個layers 我這裡再跨一跨地 然後又有同樣的做法 不要其他東西 只要一塊地 頂了這個肥 拿少一點都不行 對,腳都不要了 OK 搞定 那個黑人爭的大叔 完全消失了 而也不是說真的影響到背景十分之多 當然我都可以是那個 左頭左頂的阿叔 所以這次就p走我 然後加上一隻有趣生物 調好一點顏色 吞一點點光 再加上一個影給他 這一張就成為了你朋友最後一張照 跟著這個技巧 就是關於顏色上面 有時候你拍了一張照片之後 發覺自己 顏色和背景 又這麼不合 尤其是頭髮 這次就找了JoyJoy的一張照片來做例子 想改變他頭髮的顏色 不知道旅行照片 其實若然你想知道自己染什麼髮會好看 都可以用這個功能來試試玩 首先 又是套索了他的頭 先 有頭髮的地方 都盡量 可以改掉 如果一會改不了顏色 就差了 好 Select and Mask 接著就用這個 Refined Edge Brush 2 紅色的位置就是不選擇的位置 因為我們現在的目標就是需要他的頭髮 他很厲害 真的很Smart 他會知道你要的就只是粉紅色的位置 很厲害 最重要是這裡 Output to 選 New Layer OK 我死定了 但頭髮都只是out了出來 現在就要用了 各位PS大神最不喜歡的擦紙膠 我現在只需要他的頭髮而已 這個可恥一點 用擦膠擦走這些不需要的位置 千萬不要擦到頭髮 眉毛可以留下 眉毛通常是跟髮色的 大家在研發的時候 大概現在就拿了他的頭髮 我把底部的Layer 按出來看 開一個新Layer 這個全新的胸膊Layer 佔層工具 這個位置就教你想要什麼顏色 例如我今次是想要將他入粉紅頭髮變成粉藍頭髮 在這裡選擇你想要的藍色 選什麼顏色都可以的 現在就先試個藍色 剛剛選了 OK 然後就在這裡拉 例如你想由這裡向這裡剪變 一拉頭 正常的 我按住 這兩個Layer之間 按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頭髮就已經變了淺藍色 但是這樣是會死的 很重要的 就是在blend mode那裡調 這裡 調成color 他就已經染了這個 粉藍色的頭髮 當然現在的顏色比較硬 旁邊的opacity 就是那個透明度 就可以拉回一點 可能70 幾80左右 真一點的 透明度 其實挺好玩的 我覺得這個 你可以試一下 WOW Joyce 你有沒有想過染這個頭髮 好了這次大概跟大家分享了兩至三個的實用PTO技巧 這次就是用Photoshop 手機方面我都有一點心得 不知道你們想不想看 這些正經的東西 大家是不太喜歡看的 我知道 但如果你想繼續看這些東西 都可以告訴我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Facebook 和IG 訂閱完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 在我出片的時候 YouTube才會告訴你我出了影片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有沒有人想學閃片 窮啊 買心得 剛剛想開始拍YouTube 或者投身剪片行業的你 見過外面很多學校 或者正規課程 其實都沒有專門教一些 剪YouTube的技巧有心得 所以我今次就決定 不是教結他 就把我這八年裡面的剪片經驗 全部group 做一個速成班 放心會由零開始教起 手把手教學 四堂裡面一定學會 除非你太蠢 但你看開我 你都應該知道 不會有可能蠢得過 IG的兒子 報讀這個班 你還可以得到 找到我這麼多年以來 儲藏的超方面剪片素材 另外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YouTuber朋友 是很想請剪片的 這個也是我自己開這個班的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真的剪不及了 最快12月會開班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這條影片 留言 按連結 報名 多謝 拜拜 政隅 小弟子 請選們